說到剛過去2021年最熱門的詞彙 絕對不能漏掉元宇宙 但是當很多人可能還沒有搞懂 到底什麼是元宇宙的時候 在2022年現在默默誕生了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Web 3.0 聽起來或許很複雜 不過現在我們不是要聊高聲的技術 而是要帶您搶先一步看懂未來 而Web 3.0其實說白話一點 就叫做第三代的網際網路 而爬數一下過去的歷史 最早的Web 1.0 最簡單來說叫做網路時代 盛行在1991年到2004年 大部分是單向的行為 一般只能上靜態的網站查資料 但後來到了Web 2.0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 簡稱社群時代 開始能夠雙向互動 包括了Facebook IG跟YouTube 都引領蜂巢 但下一個Web 3.0呢 我們稱它為虛擬時代 那是一個你摸不到 卻能完全擁有的一個世界 也是最能實現元宇宙的關鍵技術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產品叫做NFT 意思就是非同值代幣 而且很難想像打出周董 藝人周杰倫的名號聯名的NFT 只是一張數位向量圖 竟然在40分鐘之內秒殺 交易量高達了新台幣2.8億 另外由歌手黃明志 所推出的自創歌曲NFT 一個晚上的成交額 也高達了台幣2500萬 或許您會好奇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市場 但繼續透過專題 我們要帶您一窺 由Web 3.0所架構出的宇宙觀 究竟真的是為了世界的模樣 還是只是一場 人類金錢遊戲的幻境而已 坦白講 這是一個不好做的專題 Web 3.0到底是什麼 既沒畫面又沒產值 但卻能讓全球科技業為它瘋狂 為了弄懂它 我們拜訪的這位朋友 是當中的關鍵人物 只是沒想到 採訪地點會是在窮場 大小Q 大小Q 剛剛這個確實能打一堆 一堆一堆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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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的是科技 卻從打球開場 主角陳慶生 其實身份超多元 是牧師 新北國王隊執行長 也是王雪紅的外甥 被業界稱為最動虛擬實境的台灣人 2020年從矽谷回台 靠著元宇宙 一舉幫宏達電重返榮耀 現在他把目光轉向Web 3.0 最簡單了解的方法就是這個數位資產的概念 我們在網路的時代 這些我們的個資啊 我們這個上網的這些行為 這大數據呢 都現在都是掌控在這些大公司 比如說Google跟Facebook 那Web 3.0是想把這個數位資產還給這些用戶者 這段話簡稱叫去中心化 也是Web 3.0最常被提及的概念 在他們眼中 未來的網路世界不會再有臉書 IG Google甚至YouTube 每個用戶不再被大型平台或企業綁架 自己的東西自己管 甚至還能自己賺 怎麼賺 那個東西叫NFT 這些全都是周杰倫潮牌NFT 元旦當天推出1萬顆隨即秒殺 一口氣近賬約新台幣2.7億元 世大夜市老字號的賢淑機攤位呢 這次更發行了所謂的NFT 只要來到店家就可以兌換相對應的商品 根據摩根史坦利的預計 到2030年全球NFT市場規模 將增長至3000億美元 其中奢侈品集團可能從NFT商品銷售中 獲利100億到150億歐元 佔據全球市場的10% 目前史上最貴的NFT 是一張匯集IG圖片的數位拼貼作品 創下6900萬美元的成交價 價格直逼印象派畫家莫內的經典畫作 睡蓮池 Oh my god 1.950億 幾萬 Oh my god 69億 我去返士尼世界 看到這裡我很懷疑 一張極其普通的數位圖像 憑什麼炒到天價 你可以想這個網路是一個超級大的這個 Copy Machine 對不對 它就是Copy MP3 可以Copy file 可以Copy照片對不對 可是比特幣跟NFT這個概念是說 我沒有辦法Copy對不對 我今天做一個周杰的Fanta Bear對不對 然後做1 of 1 或是1 of 10 對不對 是只有這起的 我覺得可以想說 在數位的世界裡面 比如說CryptoPunks Bordae吧 甚至Fanta Bear 就是在我們實體世界的勞力士 說穿了 NFT就是數位世界中的個人資產 而且是限量真品 靠圖像背後的擁有權 你可以拿它宣傳 行銷 甚至盈利 因此 滿足虛榮心 造就NFT的崛起 這難道不能算炒作嗎 他們回說 未來世界 就是要你懂得 重視 個人價值 那在3.0 我覺得你可以 應該是可以想像說 現在已經這麼多人 對不對 在YouTube 是不是Twitch 跟IG 產生這麼多的內容 對不對 可是呢 他們產生這些內容 他們其實只是 幫這些大公司 整個賣廣告 所以一點點的收入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今天要 Web 3.0的想像空間 就是說 這些創作者 它可以擁有完全經營自己的品牌跟內容 我覺得 今年你會看到 每一個創作者 甚至每一家公司 都會有自己的NFT 根據加密數據網站統計 全球有超過 8700個運作中的平台和遊戲 包含Twitter和Line 都投入NFT這塊戰場 但一個只有2300萬人的台灣 怎麼抓住這個機會 答案你可能很意外 效果反而是勝出的關鍵 Web 3.0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於台灣的新創公司 或者是有興趣 或是正在創業當中的團隊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機會 因為它有一個很自然的一個天性 就是它是沒有國界的 所以我覺得 不管你今天是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其實你如果認為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然後你想要把這個東西 推廣給這個Web 3.0的這個世界裡面的時候 大家是站在幾乎是相對比較平等的一個出發點 I've been to Taiwan since November end of November 2020 Kevin 林士斌另外一位戲股房 身價高達300億台幣 全球最大遊戲直播平台 Twitch的創辦人 他回來的目的只有一個 要幫助台灣新創公司 在Web 3.0時代開講品 在這之前你可能很難想像台灣曾是Web 1.0網站時代 華文世界的領導者 造就1994年11月 第一個搜尋引擎番薯騰上線 當時99%的華文內容都需要靠番薯騰搜索引擎 創辦人陳振然曾形容網路是窮人的原子彈 如今20多年過去了更自由民主的台灣 強化了硬體軍火庫的地位 跟上了蘋果特斯拉等大客戶 但到了Web 3.0時代相反的 你得挑戰權威 因為Web 3.0其實應該是一個 我們很適合發展的一個方向 可是因為我們在很多的法規上面並不清晰 所以大家不知道怎麼遵守 那最後的時候可能就會選擇 像新加坡這樣的地方 故事走到這裡 我們得說Web 3.0仍舊是不完美的 缺乏中央控管 甚至還有假訊息 網路犯罪等擔憂 但回顧網路發展史 沒有什麼東西一開始就是完美的 或許正因為不完美 我們的未來世界才有更多還在想像之外的可能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